德伯恩大道845号餐厅发生火灾 救援中心接到报警电话立刻派人赶到现场 杰西看到楼顶的火势凶猛伴随着大量浓烟 被围困在楼顶的人群振挥手求救 杰西健壮部署营救计划 队友操控消防车上的云梯 紧接着一个个沿着云梯来到楼顶 消防员们安抚着众人的情绪 安排人群顺着云梯一个个有条不紊的撤退 急救援发现有人跑到太快摔倒 好心劝告他们别太着急 突然发现火场中竟还有女人的身影 女人迟迟就不出孩子不愿离开 苦苦哀求急救援出手援助 急救援健壮拿起椅子 猛力推开燃火物快速跑去 随后赶到的杰西拉走女人 此时婴儿车内的孩子哇哇大哭 急救援取出扳手加断安全带 解开自己的防护服 将他严严实实地裹在防护服内 婴儿的哭声持续不断 急救援轻声安抚 瞅了一眼燃烧旺盛的火焰 三步并坐两步猛地冲了出去 队友们拎着水袋朝火焰喷涌 急救援看了眼孩子暗松一口气 随后爬上云梯小心翼翼地走着 生怕惊动了怀里的孩子 抱着孩子安全落地后他如释重负 事后女人向他表达由衷的谢意 看着劫后重生的母女俩 急救援长叙了一口气 自己的努力能让一家人团圆 所做的一切都很值得 孩子永远是父母的心头肉 遇到危机情况难免手足无措 但越是危机关头就更应该保持冷静 沉着应对一切的突发状况 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